- 歡迎我們的永遠那麼年輕那麼美麗的李懿君老師 - 老師好 - 老師好久不見 - 恭喜老師又發新作品 - 叫做願讀服輸 - 歡迎打歌 - 那我知道前陣子老師好像到大陸去參加一個歌唱比賽 - 想要問一下老師的心情 - 因為那個歌唱比賽 - 因為其實我自己是沒有參加過歌唱比賽的經驗 - 所以呢 - 對我來講我覺得是緊張的 - 而且其實我覺得兩位應該跟我一樣 - 就是說每個歌手不管你是一個表演在成熟的歌手 - 但是當你站上那個舞台說要被比賽 - 就很緊張 - 你就是會有壓力 - 對 - 所以我覺得這個節目蠻好玩的 - 就是說其實它也讓我更找到很多對唱歌 - 那種熱情 - 因為這個節目它比較特殊的就是說 - 它有很多的表演的內容是 - 是它已經定好的 - 它有主題型 - 算是主題 - 但是不是說你想唱什麼歌就可以 - 就是說它是一個有主題型 - 所以呢就是每一集不管是你聽過的或沒有聽過 - 你可能自己就要再重新去學習 - 不同的嘗試 - 對 - 那這個歌不管是適合你不適合你 - 對不起我也有唱不適合我的 - 但是就是盡力去克服 - 那我覺得其實是蠻有趣的一個挑戰 - 那其實站在舞台上我覺得只要 - 就像我講只要比賽大家都會有壓力 - 但是就是說盡力去克服 - 然後我覺得很有趣的就是說 - 你也可以找回對歌唱的那種熱情 - 這個我覺得是因為在那個舞台上有幾乎參加的歌手 - 大家都有名有姓都被唸得出來的 - 哈哈哈哈 - 所以 - 其實呢我也同樣看到別的選手 - 不知道像吳斯凱啦 - 像溫蘭啦 - 大家都是緊張到不行 - 可是我覺得很好玩 - 因為那種心情就是可能平常都是演出 - 或者是出一些章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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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章 - 而且就有不同的主題 - 像老師這樣可能在比賽的過程當中 - 會遇到一些瓶頸 - 比如說選歌啊 - 選歌對 - 比如說我會碰到那種根本不適合我的歌 - 可是我還是想說要盡力去把它唱好 - 怎麼去克服 - 那我覺得其實這個也會給很多 - 我參加這個明日之星的選手 - 這個一個建議就是說 - 要把歌練熟 - 這是一個最重要的 - 那老師到底要怎麼去調適這個心情呢 - 我覺得其實歌手呢 - 像以我們來講 - 我們都有出過專輯對不對 - 所以我們都覺得說 - 我們自己唱自己的主打歌是最厲害的 - 就是最鬆的 - 所以其實我在比賽的時候 - 我就會告訴我自己就是說 - 他就是我的主打歌 - 我就是有辦法駕馭他 - 駕馭他 - 就變成你自己的歌這樣 - 對 你要想辦法把它變成你的歌 - 然後呢 - 要給自己自信 - 可是還是有一個很重要的就是 - 要準備好 - 一定要背得很熟 - 對 - 因為機會絕對是給準備好的人 - 沒錯 - 今天要學到很多寶貴的意見了 - 對 沒錯 - 謝謝老師 - 再次謝謝老師 - 也請大家支持我們李懿君老師的新專輯 - 叫做 - 願賭服輸 - 願賭服輸 - 願賭服輸 - 致賣 - 大賣 - 願賭服輸 - 敗